各位朋友大家好 歡迎你們來 我先自我介紹 我是中央大學物理系的朱慶奇 那是這個假日科學廣場計畫主持人 也是活動的主持人 在這邊代表中央大學 我歡迎大家來到這裡 雖然今天天氣不是太好 但是我想這個場子裡面的活動 一定是非常精彩的 我們可以舉辦這個活動 特別要感謝國歌會科教處 我們經費的支持 還有中央大學給我們額外的經費補助 要不然這個活動辦下來 我們是會一直虧本的 所以要感謝中央大學 好 那今天我們請到的講師 很辛苦 因為大家可能 我剛剛稍微問了一下 我想問一下在座最遠的從哪裡來 我剛剛問到從台北來的 那應該有從 有沒有從比台北還要遠的 來 請說什麼 新竹 從台南開車上來 然後帶著老婆小孩 你知道嗎 真的很辛苦 所以就知道 王老師他投注在所謂的科普活動 是非常用心的 王老師是台南的大小活動的老師 但是呢 王老師在兩個方面 我覺得是非常有成就 就是一個是我剛剛說的 你的科普活動 就是非常多的這種科普活動的場合 然後大小朋友們這樣的場合 然後他會願意投入他自己的時間 跟大家來玩科學遊戲 然後講點科學的感應 但是除了這個以外 你也想說 哦 那王老師大概就只知道 這些科普的東西 我是不是 王老師在帶學生做科展 等等 這方面也非常有成就 然後王老師自己有一個部落格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看一下 很可愛的一個部落格 叫做玩具干嘛點 我不知道 如果那個小朋友聽不懂台語的話 寶寶媽媽跟他解釋一下 你聽得懂哦 好不好 歡迎你們 好那 今天新朋友比較多 我們稍微統計一下 第一次來到我們家日固域廣場 這個活動的朋友 新朋友請舉手 好謝謝我們部長歡迎你們來 好 那另外也要跟那個現場 就是在線上跟我們一起參與這個活動 線上的朋友也給大家打個招呼 然後也要跟大家廣播一下 如果你措施良機沒有辦法來到現場 或者是也沒有辦法在線上及時觀看的話 沒有關係 用網路線 是用網路線 但是呢 你不一定要現在用網路線 你明天後天一個禮拜以後 三個月以後 你想要看這場活動 還是可以在網上看 要怎麼看 找網路線來看 好可怕 好不然 我完全不知道怎麼去看 好 請上我們中大大學科學教育中心的網站 然後上面就有一個連結 你有兩個管道 一個是國網中心的知識大講堂 上面都有我們活動的紀錄 我們會剪輯好然後放上去 那另外一個管道的話是 你直接在YouTube上也看到 所以就歡迎大家 然後幫我們宣傳 然後讓我們的活動越辦越好 那現在我們就以最熱烈的掌聲 來歡迎今天的獎師 華盛丁老師 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非常謝謝朱教授 能帶領這麼優秀的團隊 提到來做準備讓我們的活動 可以順利的進行下去 那這邊的活動場地呢 也安排得非常不錯 因為如果說活動場地 是屬於個人一個座位的形狀的話 那個真的會 大家在走動上面會比較難一點點 今天呢我們要做的活動 其實蠻多的 那主要聚焦在那個力量的上面 那力量上面呢 我們今天的講題叫做 粒粒皆清楚 力量有分成兩大類 這個在活動裡面呢 就可以來給兩大類 第一大類叫接觸力 那有沒有小朋友知道 什麼叫接觸力 好 清楚 碰在一起 好 碰在一起非常好 最簡單頂一陣 很棒喔 那有接觸力就會有 有非接觸力 非接觸力 就是沒有碰到的東西呢 沒有碰到 東西沒有碰到 但是呢它會有反應 它會有作用 那力量的作用呢 除了形狀的改變以外 還有運動狀態改變 今天我們的講題啊 粒粒皆清楚裡面的各個活動 就可以讓各位大小朋友呢 知道力量的涵蓋範圍 到底有哪些 在國中裡面的分野 大概是從接觸力 裡面的摩擦力 可以開始來講 然後講到壓力啦 浮力啦 然後最後呢 講到靜電力 磁力 或者是重力 這些東西 那所以呢我們現在喔 先從第一個活動 暖身先開始 不過這個暖身呢 要先廣告一下 就是在我們的 DEMO團隊裡面 做出了一個東西 這個叫做掌中光譜儀 那這個掌中光譜儀呢 它可以隨身攜帶的 那為什麼它會有 這個光譜的效果 光譜呢 這個名詞呢 是牛頓呢 它在閉關的時候呢 提出來的 因為那時候發生瘟疫 所以它不得已離開大學 回想下去 然後呢 在那個時間裡面 它真的是研究出來 很多東西 包括了數學上的成就 光學上的成就 那光譜這個詞 它提出來的時候 因為它就像一條一條的線一樣 所以透過這個東西啊 前面有個狹縫 那個狹縫呢 顧名思義 是一個很細 很細的缺口 那這個光呢 從這個地方進來的時候 如果進來的話呢 會產生繞色 那繞色呢 經過後面的這個地方呢 就會出現乾色的結果 所以呢 它會有分光的效果 那這個東西 如果說我們平常在做的時候呢 我們可以呢 隨時戴在身上 然後看看太陽 太陽反射的光 不要直接看太陽喔 看看它反射的光 或者是看看日光燈 車燈 這個都可以 那這個叫直式型的 直式型的意思就是 你要直接對著光源 這個叫直式型的 那我們今天要做的叫做 反射型 反射型 那反射型是什麼意思呢 我們手邊都會有光點 好 手邊都會有光點 這個日常生活中 東西啊實在太多了 那這個光點呢 它在我們手中的時候 其實我們已經可以看到 它的分光效果 分光效果 它的分光主要是打在說 它的塗料上面 然後呢 經過了第一層反射 然後打到塗料上 第二層反射 兩道光互相干涉的結果 好 另外一種呢 叫做DVD 另外一種叫DVD 那除了VCD啦 DVD以外 我們來看看喔 我們在 頭螢幕上面 這樣的畫面 請各位同學啦 或家長啦 或是大小朋友 看一下 DVD 遐縫要做什麼 DVD 遐縫 有些光過去的 它不是直線 它有波的性直 然後呢 經過了後面那兩道遐縫 S1跟S2之後呢 產生互相干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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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所以呢 就會在你頭 最後面的頭螢幕上面呢 產生大小不同的干涉條文出現 不過啊 今天這個東西 雖然在我們生活裡面應用的非常廣 但是要了解它 真的 要高中大學以上的程度 才有辦法 沒有關係 我們先來看一下 不管是光碟 DVD CD裡面 它的 它的東西 到底長什麼樣子 首先 我們要在燒錄機裡面 安裝一個雷射頭 這個雷射頭 不論是讀取啦 或刻畫 都可以透過它 我們叫燒錄機 然後呢 左上角那個 這個 密密麻麻的是什麼東西 DVD的紋路 DVD的紋路 那右下角那個 比較鬆散的那個 那個叫做 VCD或CD的紋路 那所以呢 它的資料儲存量 真的差很多 那光線打到這些溝槽上面 紋路上面的時候呢 它就會產生反射 反射出來的光 就會有乾射的效果 那所以 我們再繼續往下看 它就會變成這個樣子 就會變成這個樣子 平常我們看到的光 就是這個樣子 那右邊的照片 到底是什麼意思 燈 對 燈 對就是燈 沒錯很好就是燈 那什麼燈呢? 手電筒 那手電筒呢 如果說我們直接照 像左邊照片一樣 它什麼顏色都有 那如果呢 我們透過一個瓶子 瓶子裡面裝牛奶 牛奶 它裡面有微粒的時候呢 它就可以 把光散射掉 那所以散射出來的光 光疊子 剩下什麼在那邊 藍色或紫色在那邊 那其他比較 波長比較長的 紅光去哪裡呢? 紅光就直接傳扣過去了 所以呢 會有這種效果出現 好啦 那我們今天呢 要來做這種反射型的光炸 我們來看看 怎麼做呢? 好 我們的東西做出來 是長這個樣子 很像蝸牛 然後呢 上面的圖案 自己畫 好不好 自己畫 我是用蓋印章的方式 慢慢蓋 慢慢蓋 然後呢 這個是觀景窗 你就從眼睛從這個地方看進去 看進去 不過呢 來 各位夥伴看一下這裡 這裡呢 就是我們到時候 要用美工刀割出來的霞封 這個要小心 要小心 可能要請家長 幫小朋友操作一下 要用美工刀 那其他的外圍 真的就是用剪刀 剪一剪 剪一剪就好了 然後呢 剪完之後 夥伴你們有沒有看到 六個角都有定數針 都有定數針 其實啊 把光碟片鎖在裡面就好了 不用黏 就是鎖在裡面 那做完之後 我們當然要讓光線從霞封進來 從那個西封進來 進來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 原本白色的光 開始慢慢分成這樣子 這是連續光譜 你可以看到彩虹 這是連續光譜 自然光裡面的光譜 會長這個樣子 如果你是用那個 日光燈 省邊燈泡 你就會看出不一樣的東西 那根據它不同 顏色的光譜 還有它的分布呢 可以知道 它的性質 很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 這叫連續光譜 這叫跳躍光譜 它中間是斷掉的 沒有像剛剛那樣連續 中間有缺陷 中間有缺孔 可以做成這個樣子 好 那我們今天呢 先看到這邊就好了 我們開始呢 必須要做一些事情了 好 那請 把那個紙卡呢 給它放下去 好接下來呢 就是剪刀呢 要拿出來 我們不一定說 每個小朋友 都要把那個成品做出來 沒有關係 那家長呢 可以協助小朋友呢 把它做出來 那如果說你拿到紙卡 你還想多拿的話呢 小朋友那邊 回家慢慢做也可以 也可以 好 那我們上面的說明 非常的簡單 第一個 沿著外框剪下來 沿著外框剪下來 所以我們會拿到剪刀 先剪那個黑黑的那一塊 比較大的那一塊 huge 沿著外框剪匀 沿著邊邊剪哦 該有的白色不要剪掉哦 就是沿著框剪下來 然後在我們裡面 它會有 這一區線就是要彎折的地方 是彎折的地方 我們不是要剪掉的喔 好 在我們的圖卡上面呢 其實會有三個主要的部分 第一個就是各位夥伴目前正在剪的 有一大塊黑色的那個最主要的主體 這是安裝在上面的 接下來呢 你在你的 如果你在剪的時候 你會在某一個角落看到一個六角形的 六角形的區塊 這六角形區塊呢 它上面有一件日文字 不過沒有關係 你絕對看得懂它在講什麼 因為我們是要用反射的光炸 所以呢 必須把那個反射面朝上 朝上對自己 所以呢 先剪完這兩個 那至於第三個 眼睛到底要不要剪 個人喜好 如果你想要把某一個眼睛做好 你就把它剪一剪 回家再給它黏上去也可以 所以你可能會用到剪刀 美工刀 還有膠水 都可以大家來共用 那已經剪完了 夥伴 你可以看一下前面 我前面已經折了 半層抖出來了 就是把這個東西 黑色的部分 全部往內折 折起來 夾它黏 用電速針 絕對沒有用到膠帶 用電速針 稍微黏起來 所以你的觀景窗就會做出來 那剩下的下半部 其實啊 其實就是把光碟 光碟 請你呢 就放在它上面 這個六角形的紙卡上面 就好了 也不要用到雙面膠或澆水 放上去 放上去之後 用電速針 把六個角 定起來 這樣就好 還不過 有一個一定要注意的就是 當你在定之前 一定要注意到你的狹縫 到底有沒有割掉 像我前面這個地方 狹縫是還沒有割掉的 狹縫在哪裡 有沒有看到黑黑的地方 中間有一條白白的 那個地方是要美工刀割掉的 所以呢 必須要拿美工刀 還有切割墊 美工刀切割墊是大家可以共用一下的 或者是有一位家長代勞 都可以 好的 每次做完實驗之後呢 總是有一件事情要做 如果你的紙卡 那個有碎屑的第三號 我們中間都有那個紙筒 那個筒 可以稍微回收一下 因為我的下一個活動 必須要桌上每東西 好 所以呢 在我們國中在做實驗的時候 常常有一件事情就是 我會要求學生 一定是桌面清乾淨 或者是在做下一個活動 所以呢 他們會急著想要把它弄好的原因就是因為 他們如果沒有收好 那這個實驗完全沒有辦法進行 好 眼睛可以隨便貼 隨便貼 不一定要到紙卡上面的 你貼在你想要的位置也可以 比如說像這位夥伴的眼睛就不錯 就我看一下 這樣看起來 很像一個人的臉對不對 這樣做也不錯 不一定要到紙卡上面的 這樣做也可以 也可以 也可以 奶熱的袋子 比較耐熱的袋子 不要用那種 那種比較透明的 不要用 那第二個呢 你不要用夾鏈袋 為什麼 夾鏈袋太硬了 太厚了 所以 它的夾鏈袋 你給它弄好之後呢 它其實會偏一邊 如果夾鏈袋呢 你給它拿出來 它其實一定是前面 我手黏的這個地方 比較重 所以這個氣墊袋會偏一邊 那 你可以把它切掉 把它頭砍掉 沒有問題 可是效果呢 還是多一道功夫啦 還是效果不好 我會建議各位家長 或各位老師 回去的時候 家裡如果說有那個 裝水果的 不耐熱的袋子 那個真的是比較軟一點點 比較軟 你在壓的時候 就容易貼合 貼合的時候氣體就不容易跑掉 那這個時候 我的教學流程是怎麼樣呢 首先 我會先把那個袋子封起來 先把它封起來 封起來 我要教什麼 我剛才教了抹茶禮 現在我要跟它講 其實你在封起來過程當中 你已經做了一件事情 讓它內外壓力有點差異了 今天啊 如果你給它封起來 請問一下 我們在想要 想要把它拉開 容不容易 不容易 不容易 為什麼 有什麼力量在擋我咧 黏起來 大吸壓力 沒有錯 作用在這個塑膠袋上的時候 它會像黏起來一樣 沒有錯喔 很好 它會像那個 黏起來一樣 你想把它拉開 它會幫你把它壓回來 這樣都不好了 所以呢 當你把它黏好之後 我會希望你在這邊用剪刀 不要用美工刀 因為有美工刀 不小心力量太大 這邊一個洞 另外一邊一個洞 那就完蛋了 所以呢 用美工刀 那個剪刀呢 它會剪一個缺口 這時候什麼呢 內外壓力平衡 你就很輕易的 就可以把它拉開了 然後呢 剪一個方形的 為什麼叫方形 比較好剪 沒有別的原因 圓形不好剪啦 方形 你只要把剪刀啊 給它進去 用滑的 滑的 剪一個缺口之後呢 用滑的 就好像人家那個 裁縫師 他會剪布 剪布是不是這樣剪 絕對不是 絕對不是 它是直接這樣滑過去就好了 所以 刀刃進去之後 開始滑 到南米要地方 接下來轉彎 再剪一下滑過去 接下來 一個方形的洞 就在這一面出現了 然後呢 這個東西怎麼上去 很簡單 各位夥伴等一下會拿到 雙面膠 那看你要黏 亮的這一面 還是 有字的這一面 通常 我會把亮的 弄在上面 因為我還可以做其他事情 還可以裝飾用 那所以呢 把雙面膠黏在 有字的這一面 怎麼黏 隨便黏 你只要黏得住就好了 我是做頸字型 口字型 做一個口字型 然後呢 貼好之後 把它蓋上去 就好了 就好了嗎 當然不是 接下來呢 氣怎麼來 小朋友我問 我隨便抽一個小朋友來問 好 那你現在舉手來 從嘴巴來 喔 嘴巴來 好 請來示範一下好嗎 上來這裡 你這樣人家看不到你 上來這樣 好 從嘴巴來 那邊是封住的耶 好 沒辦法對不對 有任何改變嗎 好像沒有 沒有關係 反正常識錯誤沒有關係 怎麼做比較好 直接用裝的 直接用裝的怎麼裝 用打氣筒 打氣筒會不會太麻煩了 有一點麻煩 揮一揮 揮一揮很好 當初那個 馬尼亞大學的 有個教授 他要做的事情 也有做過這個 吹得很累 對不對 你要吹老半天 我們只要把那個 垃圾袋之類的 拿起來揮一揮 不就好了嗎 對不對 我們讓氣息自己進去 所以接下來 做這個動作 大家看一下 你只要拿起來 咚咚咚 有了喔 就有了喔 拿起來 咚咚咚 你就讓氣息自己進去 就好了 你不要在那邊挖起來 不要在那邊吹氣 這樣很累喔 你只要這樣做就好了 那效果好不好呢 其實 你只要在家 地上是平的 都可以玩 都可以玩 所以我現在呢 把這個地方 稍微清一下 不好意思啊 剛剛呢 你那個 做了這個動作 讓氣體飽滿之後 我們先來看一下 實驗組 你只要手指頭 戳住那個洞 戳住那個洞 不要從旁邊喔 我先講一下 為什麼不要從旁邊 因為你從旁邊的話 你小朋友太過求好心切 太用力 整個船會板過來 所以呢 通常我會建議 壓中間的洞 所以呢 然後呢 稍微呢 給它推一下 稍微給它推一下 為什麼要做這個活動 因為喔 我看到那個 原油會 只要有那個推啤酒杯的 我就覺得好浪費水 很浪費 啊又危險 杯子破了怎麼辦 所以呢 乾脆用這個 反正效果都一樣嘛 你給它推過去 就好了 就好了 好 那現在呢 我那邊其實 故意擋一個東西 是故意的 請問一下 滑過去的時候 如果它是慢慢這樣滑過去 假設滑到這邊 它應不應該掉下去 請說 不應該為什麼呢 因為下面有洞 下面有洞 它氣體會 漏掉 它氣體漏掉的時候 它就整個會貼住桌面 對不對 那所以你的摩擦力會變大 這是實驗組 對照組 我讓大家看一下 如果裡面沒有氣 你這樣推 這樣推 這樣推 會跑嗎 你越用力當然會跑啦 問題是效果有剛才那麼好嗎 沒有 就沒有了 所以呢 現在等一下大家會拿到 一個袋子 一片光碟 然後雙明膠 大家可以開始做 那手邊呢都會有工具 不要用美工刀 請用剪刀好嗎 好 好 開始試試看喔 然後你可以研究一下 洞的大小 對它的氣墊 那個氣體保存度 有沒有差別 好 所以呢可以試試看 當你們的底下的 塑膠帶的洞 如果結合太大的時候 它那個氣墊 邊緣彎曲的地方 會不逆合喔 所以洞如果太大 它這邊沒有辦法 彎下來的話 保障的氣墊的話 它真的會很快樂消息 它就浪費了一個袋子了喔 所以呢 動不回台大 光碟大小 就好 真的不要太大 好 各位夥伴 把你們的耳朵借我了喔 好不好 那嘴巴呢 請先暫時休息一下 我們下一個活動 必須要小心 必須要挑戰自己的 自己的設計喔 好 這個活動 我們先暫時到這邊 下一個活動 我要做 蜘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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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玩具都在賣店裡面 有這個東西 因為最近大陸 大陸賣的東西 真的太多了 所以你去玩具店裡 買都會買得到 不過 我不是說先給你們一個玩具 絕對不是 要自己做 這裡自己做 要自己做 好 首先呢 每兩個人會有一個小袋子 每兩個人會有一個小袋子 小袋子裡面呢 會有幾項東西 好 第一個就是 第一個就是 它必須要黏在牆壁上 必須要黏在牆壁上 所以 一定要有黏球 給你幾顆 四顆 第二個 它這個黏球要黏在哪裡呢 附著在哪裡呢 必須要黏在 兩根鐵絲 兩根鐵絲 還有呢 裡面呢 還有一個 當作身體的 鴉籤 鴉籤 好的 接下來 身體 身體的長度 自己要決定 因為 因為 我們待會呢 做出來的成品 它其實很簡單 我們希望呢 它在牆壁上翻滾 在牆壁上翻滾 所以身體需不需要那麼長 如果身體太長 你想要翻過去 其實會卡住喔 對不對 所以呢大約一半 那我會建議說 你把兩端 尖的 折掉就對了 尖的 給它折掉 你用剪刀剪比較快啦 我這邊 比較安全 我這邊用手折 用剪刀剪比較好 差不多這麼短就可以了 你要更短也可以 都可以 然後呢 把其中一隻拿起來 這個步驟需要家長幫忙一下 因為小朋友 他不太會彎鐵絲的話 不小心吃到自己會受傷 所以 你先給它變成十字形 然後呢 捏住以後呢 開始繞 好 好了 這就是其中兩隻腳 那你當然把它做成 比較對稱的樣子 就可以了 接下來 另外一隻 再做同樣的動作 再給它折起來 請問現在有幾隻腳出來了 四隻 當然就配合我們四顆黏球 可是這些黏球啊 如果呢 在刺進去的時候 真的要小心 試下去應該是沒有聲音 如果有聲音 絕對是刺到自己 試下去 OK 試下去啦 試下去它就穿過去對不對 可是 如果它是直的 很容易黏一黏 它就自己掉下來 對不對 所以呢 我們的工具箱裡面呢 會給各位夥伴一隻尖嘴鉗 所以呢 用尖嘴鉗呢 把它夾好就好了 不過我這邊為了方便 所以 我就直接用剪刀 做什麼事情 夾住 給它倒勾 夾住給它倒勾 這樣就好了 好了 這樣子點球就掉不出去了 做四次 重複四次以後 開始要做一個 你們自己的設計喔 可不可以在同一個平面 可以嗎 試試看 試試看 最好不要在同一個平面 你可以試試看 先做同一個平面 讓它像蝴蝶一樣 像鵝一樣 像鵝一樣 這樣展翅這樣子 然後你丟到牆壁上 來給它試試看 我這邊呢 先把它做完 示範一下 黏球當然會黏啊 所以它才叫黏球 好 它裡面的化學藥品 我跟你講喔 你如果買大陸產品 它絕對不會跟你講 它絕對會貼一個商標 什麼商檢局的標籤 不過那些應該都是假的 好 那我們高雄呢 有一家玩具的專賣店 所以其實啊 我們南部 比較容易買到這些東西 北部的話 你可能要花比較多的錢 首先我今天給它 做在同一個平面 好 它都在同一個平面 然後呢 就給它丟到牆壁上 我們這邊有白板 一下子就掉下來 我連頭還沒轉回去 它就掉下來 太滑了吧 太滑了吧 不是滑的問題喔 不是滑的問題 然後呢 這個東西啊 如果說你把它做好之後 弄成不同的平面 也就是說 有些上面 有些下面 有些左邊 有些右邊 反正隨便你凹啦 隨便你設計了 這有什麼好處 如果 如果 有幾顆球 不小心離開 表面了 至少還有其他球還黏住嘛 對不對 那個球就當作 黏住的球就當作支點 然後呢 以它為軸心 開始旋轉 所以呢 你只要把它設計成 自己彎喔 彎成 不同的 軸向的話 它其實 就可以黏得比較好一點點喔 我還是再來一下 好 所以呢 邊做邊調整 真的這個 只能邊做邊調整喔 所以 要想辦法讓它 年月九月好 如果 各位夥伴 你可以黏的 超過十秒鐘 當然你不要把它丟到天花板上 你如果 可以在牆上爬 超過十秒鐘 我們再送個玩具 好不好 那現在呢 兩個 兩兩一組 兩兩一組 你們兩個自己去設計看看 哪一個效果會最好 好的 各位夥伴 麻煩 幫你的寶貝 把東西收一下 好嗎 桌面上還是要收拾乾淨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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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好 好,各位伙伴,你可以看一下两边的投影幕,或者是后面的投影幕也可以啦,后面也有,后面也有,好,请,小朋友,我们要玩下一个咯。 好,这个不适合在特别游会里面玩,但是适合在教室里面,大家都可以操作的东西,只是要分区情绪就对了,接下来这个活动,它其实取代了一些材料,什么材料呢,以前我们在上那个大学服务的时候,常常会学到大球撞小球, 它大球撞小球的时候呢,因为小球质量比较轻,所以它加速度会比较大,两颗球呢,碰撞的时候,它其实会反弹,非常好,非常好,可是每次都要两颗球,实在是太累了,所以呢,我们这个活动,它其实少了一颗球,多了什么,多了一支竹签,还有吸管,多了竹签和吸管,那这个竹签和吸管呢,各位伙伴,你可以看一下, 今天我们要把竹签,把刺到球里面去,这个时候还是那句话,真的要小心,真的要小心,那这个球呢,是因为两个半球结合在一起的,所以千万不要把竹签往接缝里面刺,因为这样绝对会一颗变两颗,两个半球,那个球就坏掉了,所以你在刺的时候,请你朝没有接缝的地方刺下去,然后呢,小球用什么来取代,小球呢, 请你用那个吸管来取代,就可以了,好,吸管呢,代替小球,它原本的那个弹力球呢,当做大球来用,接下来呢,你只要垂直的,直直的,把它丢下去,怎么丢,千万不要用力,越用力越危险,你只要用自由落体的方式,什么叫自由落体,就是轻轻放,对,轻轻放,好,轻轻放,好的, 好,接下来,对,每个人发一个弹力球,有看到这只,这只,这只,我这边是小狗吗,好,把它刺下去,当然不要刺到小狗,哦,刺下去,小狗,因为那只小狗,OK,先刺下去,有没有像帮帮他,有,帮帮他,来,不要放嘴巴,好不好,然后呢,把吸管它, 放上去,今天呢,踩下去的吸管,都跟这边差不多,你如果你觉得太踩,不好拿,你就用剪刀,稍微修一下,稍微剪掉一小段,这样子就好了,你就做完了,你就做完了,接下来,对,如果撞到这边,大球会反弹,对不对,因为它受到桌子的反作用力,那这个力量呢,继续传,传到吸管,那质量太轻了,所以呢,会往上飞,所以, 注意,注意的事情来了,要不要这样子看啊,这样不行啊,这样马上眼睛,眼睛都会有伤了,不要这样看,好不好,这样子,直接呢,让它弹出去就好了,哦,如果你尾巴有做那个火箭的尾翼的话,其实可以飞得更好一点点,所以,这样子来做,其实就可以,但是,在进入这个挑战之间, 我讲过,刚刚做那个气垫船是为了环保,我们现在还是要环保一下,如果你,这个东西掉到地上,你去捡回来,你还敢吹吗,不行,对,最好不敢,不要,千万不要吹,地上细菌好多,最近,奇怪的病太多了,所以,这个,我们要接在哪个活动后面呢,等一下,我们会发乒乓球,但是我,我只给你半颗, 好,我只给你半颗,现在我们先,先发乒乓球,好,先发乒乓球 好,我们的那个弹地球先流着,没有关系 我要先發乒乓球 好 這乒乓球要做什麼事情呢? 我們要做風車 風車 這個風車不是垂直的那種風車 是水瓶的風車 怎麼做呢?其實很簡單 這個簡單的動作 只需要想清楚你要剪什麼樣的形狀 通常是剪對稱的 然後你看你要剪直的還是剪斜的 一刀一刀這樣子剪下去 所以手上的剪刀 還有你的乒乓球 在剪的時候請你要小心 當然你可以先做個記號 因為你記號先做好 你才可以把它弄得比較對稱一點 所以把它剪好 看要剪四片、六片、八片都可以 剪好之後它還是不會轉 所以我們必須稍微來彎一下 彎一下讓它氣流在流動的時候 乒乓球有個瘦的一面 有個瘦的一面 所以你就朝同一個方向折 為什麼要同一個方向折? 因為它的瘦力才會固定 同一個方向 所以當你折好之後 折好之後 請稍微微一下 那個乒乓球不會碎掉 所以你就會給它用力的按下去 不過因為你折起來的中地方是剪的 所以請你真的要小心 有沒有看到一個 類似花瓣的東西就出現了 花瓣的東西就出現了 所以當你弄好之後 首先我們給它放在桌面上 放在桌面上的時候 它其實就只有一個點 會接觸到我們的桌面 怎麼讓它轉? 既然它是風車的 我們要就吹氣 可是吹氣的時候 如果我們直接用嘴巴吹 會亂轉 怎麼了?亂轉 為什麼? 太小了 請說 因為嘴巴吹出來的 空氣面積太大 所以它就會被弄亂 會亂掉對不對? 很好 非常好 所以通常我們的風洞 我們在做那個氣流實驗 我們會做一個風洞 風洞裡面其實都是很多管子 讓氣流穩定 讓氣流穩定 所以等一下 那是吸管 為什麼要先留著 就是因為 如果我讓你們先做彈地球的實驗 吸管飛出去了 你就不敢拿這個來吹了 對不對? 所以先來做這個 先用這個東西 好 你如果得得好的話 它可以轉 但是 如果你成功的話 後面的大哥哥大姐姐 會給你另外的獎品 他已經幫你做好了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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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可以轉很久喔 它就可以轉很久喔 好 如果成功的夥伴 就可以拿到一片喔 好 來 好的 它上面是什麼東西 來 各位我們來看一下 它上面已經有折好的 凸起的那個固定的葉片 對不對? 當你把這個葉片固定好之後 你就看它是這樣子折 它的方向固定的 所以你在吹的時候 它其實風吹下去 它往四面散開的時候 就朝那個葉片給它推出去 所以你不管怎麼推 它都是順時針 它都會是順時針 如果你有辦法讓它逆時針轉 真的 我就拜你當老師 你教我一下 好不好 所以 你有機會拿到不同形狀 每個人有機會拿到你自己的獎品 你就可以自己選一下好不好 選一下 所以現在呢 平方手刨下去了 然後你的剪刀也可以開始動作囉 OK 當每個人做出來的成果 不一樣的時候 它就會表現出不同的效果 當然葉片的角度啦 葉片的大小 會影響到你旋轉的效應 好 絕對會影響 還有你吹的方式 你吹的方式也會影響 如果各位夥伴現在手上的手上的手上 如果你是圖色塊 不同的顏色 紋色那也是一個方法 所以都可以試試看 好 那 因為那是現成的玩具 綠色是現成的玩具 所以還是會建議各位家長 老師 萬一手邊沒有這種現成的玩具 這個平方球就是一個很好的替代物 拉長 四面拉長 然後你的名字就會變得很漂亮 好 變得很漂亮 好 我們來試試看吧 我們糯米紙 拔下去的時候 水盆也要順便拔下去 建議不要完全黏在一起 就讓它很有酸 讓它會拉開 所以就不用買什麼做到齊了 那因為我看到網路上其他人在買 他們的水等需要有水 所以如果他們不方便離開的話 是不是 好 等一下水會過來 所以大家先玩玩看 因為濕度的關係 讓他捲來捲去的後面 他要攪一攪 他就開始拉了 哇 這個是剪開很快 對 前面的小豬溺水被口水淹死了 就像現在這個樣子 下去的時候 他會馬上被拉開 然後時間久了 他就會慢慢的拉長 拉長拉長 就不會消失嗎 正如不會消失 如果你是用油性底的話 油性的部份 它不會被水淹掉 所以它會讓這些圖案的線條都還在 或者是它其他沒有圖案的地方 會慢慢出現 所以它會只能在流 好 我們再丟一次 好 我們再丟一次 大家各位夥伴看一下 大家有看到拉長嗎 大家有看到拉長嗎 不過玻璃籽是不會被這樣子溶解掉的 玻璃籽不會 你要選糯米籽 去食品材料行買就有了 如果各位夥伴 有需要的話 你會後跟我拿就可以了 好 那種的牌就會變回來了 那種牌就會變回來了 變回來了 會嗎 他那個變瘦的小豬 他會變回來了 變瘦的就給他回來 回不去了 好不好 我給他再吃北一種 來 試試看好不好 你可以多拿幾張 到時候多拿幾張試試看 有兩張 這個我示範 這個示範好 這個實作 要你都跑 好 對你比較不好意思 等一下又有很多時間接觸 對 那這個 剛剛王老師有解釋嗎 有長長短短的擺 短的擺就擺得快 長的擺就擺得慢一點 對不對 那如果又有長的又有短的 哎呀 小朋友想做激動嗎 來回去看一步 那兩邊都有畫面可以看喔 好啦 那我們就讓他擺起來了 等一下 好 那對這個實驗如果真的有興趣的話 可以到我們的網站 剛剛也有發貼紙給大家 然後你上去搜尋的時候 你搜蛇板就會找到 好酷喔 因為亂七八糟 然後又出現規律 對 秘密都在那個 王老師剛剛講 單擺是一個非常有趣的系統 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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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個行家應該有看出來 我們有一個擺子跑掉了 差多少 差零點幾個millimeter millimeter millimeter 一個millimeter 是一公分再切 十分 就是一個millimeter 它這零點幾個millimeter 所以它要調得非常非常準確 然後十個 我們做了一個很大的 剛剛王老師幫我們做廣告在那邊 大型就是了吧 反正常臺我們都大老師都大還蠻紅的 謝謝大家 我要把時間盤給王老師 第四個 第四個 對 第四個 好 所以我講一下這個製作方法 Snap的製作方法其實很簡單 這也是歷史很久的科學玩具 你只要把磁鐵黏在它紙盤的下面 然後紙盤要做什麼呢? 看你要穿幾個洞 三個洞、四個洞都可以 然後再把它綁起來之後 形成一個單板 然後底下呢 會有磁鐵 這個磁鐵必須要有一個力量 它才會動起來 所以一開始 我們給它粗食呢 那樣的時候呢 好 接下來呢 它就必須跟底下的 跟底下的 跟底下的四個磁鐵呢 產生物像排斥的效果 會比較好 用錫的圖可以 當然可以 問題是你用錫的效果一下就完了 對不對 所以你要用排斥的 也就是說 今天啊 假設上面是N級 假設這一面 各位夥伴看到這一面叫N級 請問背面就應該是S級 對不對? 那我們這個擺 底下用什麼級來跟它相對? 用S 不相排斥 會不相排斥 所以呢 你就稍微給它動一下 它就動得很厲害了 而且看不出來什麼 有什麼規律 其實都跟你當初擺進去的角度 還有幅度 還有呢 你當初設計的 像底下這裡 你到底有沒有對稱 還有你線跟盤子 到底有沒有平衡有關 所以這個真的要花時間下去 給它調整一下 好不好? 待會呢 我們在活動結束的時候 請各位夥伴 稍微留步一下 我們把材料發給你 好不好? 回家做一下 有興趣的夥伴呢 其實你給它拍照 你就知道要怎麼做了 在那個科教館 科工館 科博館 禮品販賣部 一定有賣類似的東西 可是真的自己做 你會比較有意思一點點 那這個東西啊 你每天在那邊拿 其實會很雷 所以我們切換到那個 檔案那邊去 好 在我們檔案這邊呢 其實有一個叫做 Stamp的照片 其實在旁邊 我就多了一個什麼東西? 架子 這個架子不要用鐵絲做 你用鐵絲做的話 等於告訴它 持鐵來吸我 持鐵來吸我 對不對? 所以不要用鐵絲 你要用鋁線 用鋁線下去做 因為鋁它不是磁線物質 所以鐵部念的東西都不要拿來做 用鋁線做就好了 然後底下怎麼弄? 底下呢 鋁線跟鋁線怎麼結合在一起 很簡單 大家一直在講的 桌上的某一樣東西 热龍膠 對 热龍膠把它黏起來 就好了 最後再去調整一下 能讓擺在中間是最好的 所以這需要長時間的調整 那今天呢 其實整個這個活動 我們叫磁內斧 因為有機會的話 它會在四個磁鐵的中間 所以這個磁力戰斧或磁內斧 都是跟持有關係的 超距離活動 最後一個磁藥課程 在哈利波特剛入學的時候 一定會有調配了藥品的磁藥課 對不對? 這個磁藥課每次給小朋友玩的時候 大家會玩到磅掉 所以我們用這個活動當最後的接觸 怎麼做呢?其實很簡單 我先把這個畫面切換掉 大家來看一下 這邊有一個化學篇 叫化學果凍 那做出來的效果呢? 其實就像那個珍珠粉圓一樣 為什麼呢? 今天我們手邊有這個藥品 叫做海藻酸納 它當然不是買來就這樣子 要泡 要泡 那溫度越高的話 它溶解越快 比較容易混合在一起 現在如果把這個物體倒到另外一種溶液裡面去 這種溶液叫做氯化鈣水溶液 你丟下去是什麼形狀? 它瞬間讓它的表面形成一層半透膜 就定型了 就定型了 你丟下去是圓形 它就是小珍珠 你丟下去比較大一 它就大很遠 你丟下去是一條的 它就要毛毛蟲 你丟下去是一坨的 它就是你想像的東西 所以呢 各位夥伴呢 待會呢 你會有這些問題來了 我們實驗的時候通常要染色 請問染色的用意是什麼? 對 方便觀察 觀察方便嘛 對不對? 所以呢 我等一下也會給你們這些容易加個色素 加個色素 可是啊 磨在那邊 這是屬於大分子的東西 這個叫做小分子的東西 請問哪一個比較容易跑出來? 小分子 小分子 然後有洞就鑽嘛 對不對? 所以呢這個東西啊 如果說放久了 它被鎖在裡面 色素呢? 跑出來外面 你這個整盆東西喔 整盆水會被染色喔 然後你再把它撈出來的時候 它又變成原來這個白白黃黃的樣子 好 可以試試看 待會你們的形狀 自己去調配 自己去調整 那 因為 材料還在我這邊 所以呢 各位夥伴呢 你可能要稍等一下 你們分配一下材料喔 好 請稍微休息一下 你把桌面收拾乾淨好嗎 等一下 我們會用到水喔 這要收拾一下 好 安全注意事項 請先進這裡 請注意聽 請注意聽 不小心做不出來 好了 因為啊 它瞬間就會形成半透膜 所以呢 要注意的就是 你的滴管 是專門用來吸 有顏色的東西 好嗎? 專門用來吸 有顏色的東西 然後從半空中 千萬不要把它插 插到那個 透明膚色的嘴容力喔 從半空中 把你的 那個EDR 給它抵下去 好 千萬不要讓那個滴管 碰到透明膚色的綠化蓋水容易 不然會卡蛋 它絕對會在 滴管裡面凝固起來 好 到時候就弄得出來喔 所以 請把有顏色的 滴到沒有顏色的 就是這麼簡單 如果呢 攪拌還沒有很均勻的話 幫忙用滴管攪拌一下喔 然後可以把它撈起來看看 這個東西沒有補齁 所以你只要不要把它吃下去都沒關係 撈出來看看 用手摸摸看 捏捏看 好 可是不要太大力 它會爆漿喔 小滴的滴碗 是可以弄大滴的 好 非常 非常感謝各位夥伴呢 今天可以呢 包著外面寒冷啊 風雨過來 這邊喔 跟大家一起同樂 那 希望這樣的活動呢 能帶給大家 不只是玩而已 還是要呢 想一下 它還可以用哪些器材材材料 還可以呢 坐車或什麼樣的顏色活動 如果各位夥伴有興趣的話 可以上我們的部落格喔 如果你現在是打 科學玩區域幹嘛講的話 或打科學玩區域都找得到 問題是 你會找到舊版的 我有新版的齁 就是新的文章 我都貼在這個名榜 我只把它從期末搬到那個 那個戶口那邊去而已 所以呢 你要看舊資料 新資料其實都有 不過呢 新資料會貼在這個名榜 那今天呢 真的謝謝 蘇教授跟他們的團隊 提供這麼好的服務 讓大家呢 可以玩的 福音真的很好 那希望呢 下次大家呢 有機會每個禮拜